5点18分来关心天气 我是吴轩彤 今天明天因为受到了 南方水汽的影响 所以多多少少水汽会比较多 同时在午后雷阵雨的范围 也会来得比较大 甚至雨量也是 所以在今明两天下雨的时间 也比较长 像是在过去的一个小时 在南头 它的山区湿雨量 都还有来到40到70毫米 非常非常的大 尽可能的未来几天 在山区午后雷雨的几率 还是比较高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 而至于温度部分 其实下了一场雨都有下降 所以像是在内湖来说 今天高温有来到33 34度 但是下了一场雨之后 温度降到了25 6度 反而是比较舒适一点点的 我们来看到明日天气 基本上还是跟南方的水汽 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 所以降雨的范围 还是来得比较广 而且降雨的雨量 也会来得比较多 尤其偏重在午后的部分 山区会最多 再来其次是靠近山区的平地 以及大台北地区 中部以北因为吹南风 也是容易不就拓展 午后雷雨的可能性 而在温度部分 各地都有机会来到高温 35度以上 这个要慎防热伤害了 再来看到的是 未来几天的降雨状况 大致上来说 其实在礼拜二之前 是同样的天气形态 是第一阶段 降雨都会比较多 而到了礼拜三 礼拜四的时候 太平洋高压 会相对的牺牲过来 所以整体的水汽会限缩在山区 整个降雨会比较 几率低一点点 在山区下的还是有 但是平地下雨的几率 就不会到特别特别的明显了 而到了礼拜六 礼拜日的时候 又要再注意 因为太平洋高压 又稍微的稀退 有一个槽线要通过 所以整个降雨范围 不止在山区 同时在靠近山区 以及平地 也都有午后雷雨的可能性 整个范围 也会来得比较广一点 最后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温度 今天高温都在35度以上 甚至最高温在设置呢 有来到38度 而在屏东的山匿门 则是37度以上 整个南台湾 都是高温资讯的警戒范围 此外线等级来到了过量 而在未来几天 同样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 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以上一期节的气象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